我愛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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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登登登登登 五次蝦新春 好運年年春 嘿 我千千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今天要來拍水水歐北幕府的年度遺珠之旱篇 因為水水歐北幕府其實從2019年開始拍 其實都是跟觀眾募集 然後跟票選出來 但是其實有很多間店它都是集票之差 然後就沒有在我們的榜單裡面 然後其實影片在PO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 你怎麼沒去吃那間呢 所以呢 趁著2020年農曆年的到來前 決定要來拍一個年度的遺珠之旱 究竟有哪一些店家 在我們的遺珠之旱的榜單裡面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看下去不是我下去 我也可以下去 去哪 謝謝 哇 這裡 好 樂華夜市的遺珠之旱 夜市 怎麼可以沒有夜市牛排呢 其實這間和聲屋呢 它在當初的北幕府一發片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怎麼可以沒有吃和聲屋 所以就來吃它了 然後我點的話是最基本盤的牛排 就是大家來的時候大部分都會點的 不過它其實還有可能11盎司10盎司 那種比較大盎司的牛排可以點 然後點牛排的話就會附餐包跟濃湯 濃湯的話可以免費一直續 我跟你講吃夜市牛排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考驗一下翻蛋的功力 來了 第一 我跟你講我這個真的是很強 有沒有… 然後我點的是雙醬蘑菇跟黑胡椒的 大家通常吃夜市牛排的時候是會吃黑胡椒 還是吃蘑菇還是會吃綜合 看起來就是切工不是很好的女子 我點的是五分熟 所以它中間其實還帶有一點點斜色的感覺 而且它看很嫩耶 我跟那說 因為我個人真的是非常喜歡吃夜市牛排 價格其實也沒有到很貴 它是4.5盎司然後是150塊 我在想說它吃起來應該就是差不多那個口感 結果它咬起來的時候 它肉其實還滿嫩的耶 它的肉本身的香味很高 而且咬起來的肉很嫩 完全不會有乾柴的感覺 等一下喔 切肉苦手 我要順著它的紋路切 它的紋路在哪裡呢 等一下 它可以耶 出乎意料 它有點五分熟嗎 雖然覺得滿難切的 可是它入口的時候又滿好咬的 還滿神奇的耶 還是這個刀子的關係 來吃一下餐包 餐包好像有點涼掉了 它裡面是醬滿多的那一種耶 它裡面的奶油是那種鹹甜 然後有古早味感覺的奶油 這個量還滿多的耶 這間CP值好高耶 嗯 嗯 就有濃湯 嗯 吃完了 我覺得整體來說 CP值非常的高耶 因為它其實150塊 它附的餐包 濃湯跟紅茶 其實不會讓你覺得說 哎呦 這附餐的味道是 覺得不OK的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牛排的部分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口感是嫩的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刀子 似乎是不太好切 對 不然如果吃光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下一件吧 樂華夜市的宜珠之汗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家家鄉鍋貼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鍋貼其實非常的大耶 你給它 你看 它如果以八方運氣來說 它大概是它的1.5倍大左右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酸辣湯當搭配 只要點鍋貼 就一定會想要點酸辣湯或是玉米濃湯 肉雞 它咬下去的時候啊 它底部的那個皮啊 是脆脆的很有口感 然後上面其實沒有煎的地方 就是QQ有嚼勁的那一種 我在想說這間的特殊的地方 會不會是在於裡面的那個 酒狂的味道跟它的豬肉的香氣 不過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淡一點點 大熱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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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買50元 你就可以環遊世界去囉 可是我反而覺得它酸辣湯還滿好喝的耶 因為很多酸辣湯它其實會 就是味道會很濃郁很膩口 可是它完全不會耶 而且它木耳本身那個香氣還滿甜的 然後其實我在網路上有時候評價說 它覺得酸辣湯太鮮 可是我目前吃起來 我覺得反而是喝起來很鮮的那種味道耶 超好吃的阿爸的芋圓喔 吃完了 我覺得這一間它的皮吃起來還滿Q彈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油度是我喜歡的油度 但是口味上對我來說有點清淡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也還OK這樣子 我個人還滿喜歡它的酸辣湯 因為它料非常的多 然後喝起來的那個鮮度我覺得也滿夠的 然後網路上其實滿多人覺得它味道有點過鮮 所以大家可以再自己斟酌看看 下一間 台北市牛肉麵的移住之旱 就是這一間熱成小店 它的評價也還滿高 其實我查了一下網路 它在永和這一代非常的有名 尤其是它的清燉 聽說常常賣完 那我們剛剛走過來的時候呢 我也說那個香味就是 你隔一條街就已經聞得到了 我桌上點的是它的清燉跟紅燒 因為它整間店裡面 就只有賣兩種口味的牛肉麵 我一定要特別說一下 你知道它的筷架有多可愛嗎 你看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 這個是紅蘿蔔 好想問它在哪裡買的 我夠可愛的 好 我們先來吃清燉的 我吃點它的細麵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外面的攪拌 它是說清燉建議點細麵 它的紅燒的話建議點寬麵 它的顏色看起來上面有浮一層油 可是它喝起來的味道其實還滿乾口的耶 它尾韻會有股甜味上來 比較清爽的那一種 我一定要講一下我非常的喜歡它的肉 因為你知道其實很多牛肉麵裡面的那個肉啊 它吃起來是 要嘛是煮得太軟 要嘛就是太有口感吃起來太硬 可是它這個肉是 它有肉的口感 可是它不至於到卡牙縫的那一種 而且它牛肉本身的那個甜味還滿重的 這碗不錯耶 然後它的那個加蔥啊 因為你可以選擇要加或不加 它就會附在旁邊一個小碟子給你 它的清燉的話裡面是有附香菜的 然後紅燒的話就是單純就只有蔥這樣子 不過它的紅蘿蔔是屬於 如果你會害怕吃紅蘿蔔的人真的會怕的那一種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清燉很常賣完了 這個的話就是本身那種蔬果味的味道非常的腫甜的那一種 完了我很迅速的就把這個清燉吃完 耍了來的是紅燒牛肉麵 我其實不知道他們的兩個 兩邊的湯頭是不是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它少了清燉的一股甘甜的味道 可是它本身的味道其實還滿濃醇的 然後牛肉的部分的話 它一樣咬下去的時候不會讓你覺得軟 它是有嚼勁然後又有點Q彈的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牛腩 對 剛的清燉的肉 我覺得吃起來的那個口味我比較喜歡 因為我比較喜歡Q彈一點的味道 然後它的寬麵我可以理解為什麼 紅燒要選寬麵的 因為紅燒本身的味道比較重 所以如果我們這時候點細麵 它會吸附太多湯汁 你吃起來就會比較容易膩口 所以它就是配寬麵的話 我覺得沾附湯汁剛剛好 我最近看那個日本節目說吃麵啊 它不是會甩來甩去很容易噴湯汁嗎 你要怎麼樣不讓麵噴到你自己 就是你在拉起來的時候 把你的尾端的麵夾住 它就不會咻 射到你身上 看一下它的豆干 這比我想像中好吃非常多耶 它裡面超多汁的耶 你們有看到嗎 吸飽的海綿 可是這個吸飽的海綿的口感 又是比較紮實的那一種 像有瓜 可以買 最後一塊肉 吃完了紅燒跟清燉 我個人呢是很喜歡它的清燉 因為我覺得它清燉喝起來 它的湯頭非常的甘甜 重點是我覺得它的肉 又有口感又不卡牙 或又不會過於乾 我個人覺得這一碗很好吃 而且它吃得出就是你呼嚕呼嚕 莫名其妙就把它整碗吃完了 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點細麵 因為呢 我們的Nichi 它就是點清燉然後點那個粗麵 就會比較沒有那麼適合我 對 然後這一間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表的是這樣 這間是南洋料理的以豬之汗 是位於石牌的蘇梅泰國小館 我跟大家說我覺得它這一間是 有點比較像是家常的泰式的感覺 我桌上點的這一些呢 是還滿多觀眾會推薦的 不過其中有一樣最多人推薦的是 檸檬清蒸魚 來的時候他說已經賣完了 焦麻雞也賣完了 所以桌上這些就是對 這個是辣炒 辣炒牛肉 其實我覺得還滿特別 因為我發現他們這一間沒有打拋耶 就只有辣炒牛肉 但它的樣子看起來其實滿像打拋的 我現在有點害羞 因為這一間現在是客滿的狀態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月亮蝦餅的那個厚度超厚的耶 就是跟之前拍的南洋料理店的那一些 比起來它的月亮蝦餅 大概是他們的兩倍左右吧 而且我覺得它最特別的一個點是 它中間是搭梅子醬耶 它外皮是脆的 咬下去的時候中間口感是Q的 蝦餅本身的蝦味還滿重的 加了梅醬之後 我覺得就是可有可無這樣子 就是可加可不加 人意多 講話就很容易嚴肅 大家都在等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吃快一點 其實我覺得蝦醬高麗菜很多人推 我覺得滿意外的 因為對我來說蝦醬高麗菜是比較基本盤 不過真的超多人推這一道的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那麼多人推 它其實蝦醬的味道本身還滿夠的 但是沒有到非常的強 會讓人覺得很刺嘴巴的那一種 這我喜歡耶 而且它的那個高麗菜 它裡面還有洋蔥 鳳梨炒飯 我以前去泰國的時候啊 其實沒有在泰國點過鳳梨炒飯耶 來吃吃看這個辣炒牛肉 可是它的樣子看起來其實滿像打泡肉的 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是打泡肉啊 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的油 可是它其實整體吃起來就是 就是打泡肉的味道 現在要非常迅速呢 把它吃完 嚐嚐看它的酸辣湯 這個其實是我本來想要點那個 檸檬清蒸魚的時候 他說沒了 所以我就請老闆再推薦一道給我 它的海鮮湯很可以耶 非常泰 因為它的那個酸度跟辣度其實還滿夠的 這個跟我在泰國吃到味道幾乎一模一樣耶 它是很濃烈的 是很濃烈的 在冬天喝酸辣湯的感覺有點幸福 因為酸酸辣辣的感覺整個身體要暖起來了 吃完了 酥梅泰國小館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 好像沒有什麼人推薦的這個 酸辣海鮮湯 因為我覺得它的酸度跟它的辣度 其實都還滿剛好 喝起來其實會顧 海鮮本身的鮮甜味 入口的味道很多層次 尤其它尾韻的那個香茅的味道 跟泰式香料的味道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個人也很喜歡的是 蝦醬糕麵菜 蝦餅的話 就是蝦醬糕麵菜 就是我覺得比較中規中規 就其實我覺得蝦餅、鳳梨炒飯跟辣炒 牛肉度來說比較中規中規一點點 就是基本上如果這間店在我們家附近 我應該會一直來 因為它其實價格沒有到很貴 還滿加長的 對 但是這樣 熱炒的乙豬之汗呢 就是這一間黑美林 黑美林 黑美林 它台語是這樣念嗎 因為林有 所以它到底是怎麼念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非常貼心的點 是在於它的湯 它這個有小份的湯可以給你選耶 我覺得這個還滿貼心的 我們就來吃看看味道究竟是如何 我個人呢非常的喜歡吃蝦肉 但我平常不太會點 因為我覺得蝦肉有點偏貴 這桌子是白色的 照在我的臉上 我覺得臉上看起來蘋果肌很涼 很棒 我的這一個蝦肉它是蝦胸的部分 然後它咬下去的時候 蝦肉本身的甜味超重的耶 而且你在咬的過程中 它那個皮的那個脂肪的味道超香的 好吃 接下來我來吃吃看它這個香腸好了 也是來的時候大家說必點的 可是我現在目測了 我發現它是 好像肥肉比較少的那種香腸 因為我個人呢 是肥肉信徒 嗯 比我想像中好吃耶 因為我個人 只要是瘦肉的香腸啊 通常都會很硬 可是它這個完全不會QQ的 好啊 偷聽別人講話 接下來吃牛排 你看它這個用木頭裝的 究竟是不是相當沒有熱潮的感覺 它旁邊有附炸的蒜片跟玫瑰鹽 對 正一隻眼比一隻眼 還滿嫩的 不過牛排本身的甜味就還好這樣子 我覺得算好吃的 我們來吃這個 威傑推薦的烤腸 它外面看起來很脆耶 而且它中間裡面還有包蔥 它外面是脆的 可是裡面是Q彈的 就是你知道大腸有一股很 很特殊的那個味道 我個人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蔥有加分 完全沒有茶味 接下來吃蒜頭蝦 我跟你說 我其實本來沒有很想要點這一道 因為我個人真的非常討厭 因為我已經補蝦 就連人家補給我也都不OK 殊不知它非常貼心 它送上桌的時候它已經是 超好的 我的媽呀 這個蝦其實長還滿可愛的 因為它頭很大 可是它身體現在是整個縮起來的 你是說會冷嗎 你在播出心得啦 我告訴你 它的頭好好吃喔 好像是在吃什麼 好像是一個殺人 你看這個 最後一個肉 吃完了我覺得整體上來說 對於我來說 我點的這幾道我都覺得滿好吃的 我個人覺得我下次來一定會點的就是這個脆腸 然後還有鵝肉 因為我覺得鵝肉超甜的 然後脆腸的話 它外脆內軟真的是完全就是中我 因為我真的不能接受 你知道炸腸 可是它到最後完全沒有腸子本身的味道 好 下一家 你看 寧夏夜市的宜珠之旱究竟有哪一間呢 沒有 除了就是很多人說的 劉玉宅 然後還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裡面有包蛋黃的 一個是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芋頭的香味 給大家看一下中間 它咬下去的時候外面超酥 然後裡面的芋泥非常的綿密 而且芋頭本身的香味超重的耶 好吃耶 因為其實我上一次跟娃娃拍那個 夜市的限時挑戰賽 那時候吃的時候是很燙的時候吃它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點 吃不太出來它的味道 可是它現在是沒有那麼燙口的狀態下 你在吃的時候 它芋頭的香味比較重耶 好吃 這一顆 究竟是有沒有包蛋黃的呢 也是芋泥的 接下來這個就是蛋黃的了 燙 裡面是有蛋黃之外還有肉鬆的耶 所以它芋泥本身的那個香氣 比較沒有那麼重 我還是比較喜歡裡面純粹都是芋頭的 不過這種口感它其實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就看你個人喜不喜好 想到寧夏夜市你會想到什麼呢 你會想到寧靜的夏天 天空中繁星點點 心裡頭有些思念 思念著你的臉 所以今天燒麻糬呢 它的票數也非常的高 但由於我本人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吃麻糬就會厭吃的人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來吃吃看 對 它這個 它的雞肉飯是零雞油的耶 喜歡 不過唯一比較小的缺點就是它那個雞肉絲本身有一點點乾 可是飯很香耶 因為我本人對於雞肉飯也是略為挑剔 畢竟我在家裡大概很長一個時間 每個月都會去一次 我剛剛本來想要點它的那個頭髓湯 老闆就說你敢吃嗎 整個腦喔 真的很噁心喔 我想說怎麼會有人自己講自己的那個頭髓湯很噁心 超級有媽媽味的蔥仔蛋 感覺咬沒幾口 就好像看到我媽在面前真的 你看這個豆腐怎麼這麼嫩啊 我看到我阿嬤了 時間 條雷山區 請相信我的心 好 對不起了 吃到自己的頭髮 會不會中毒 我喜歡它的雞肉飯跟蔥蛋 它的吃起來包裝會讓我覺得有中南部的味道 聽到以後讓人吃 真的嗎 吃完了 我個人還滿喜歡這一家 因為它的雞肉飯是淋雞油的 我個人呢 是一個雞油派的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還滿好吃的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蔥蛋 沒有到讓你非常的驚豔 可是它有那種媽媽的味道 是不是會有人問我說媽媽是什麼味道 反正就是一個 家裡面一吃下去 你就會看到你媽媽 或是你爸爸或是你阿嬤的那種感覺 就讓我覺得我好像 回去中華 回去故鄉的感覺 對啦 就是這樣 結束了我們2019年的 水水歐白幕府移珠之漢篇 這幾家難怪大家都會覺得說 沒有去吃很可惜 因為基本上到部分我都覺得 口感上跟口味上吃起來都還滿好吃的 然後也非常感謝2019年 在水水歐白幕府募集的時候 大家很踴躍的來留言跟 推薦我哪一些店家好吃 也希望2020… 2020年的水水歐白幕府 可以到外縣市拍 希望啦 我只是說希望 對 然後這部片上的時候呢 已經是過年了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發大財 嗨 Siri 嗨 有什麼我可以幫你的 現在這一首是什麼歌 首先呢 有大財 你怎麼…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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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谢观看